歡迎大家繼續收聽我們第二節的陰陰濕濕 剛剛在第一節結尾的時候 雲海說到他有三位MISSIE 以前讀過中學觀塘的聖租 有三位溫文怡的MISSIE 其中一位是當年很多同學都很喜歡他 有名的MISSIE 很多同學真的喜歡他 其實我小時候也有 我覺得每一個男生 總是對一些很優雅、溫文怡牙的女MISSIE 是有一點頭蛇的 其實我第一次暗戀MISSIE是小壹的事 小壹? 你很早熟的 很想得到她的留意 那你怎樣得到她的留意呢? 有嗎? 有一點頭蛇 我忘了笑一段時間 我記得有這個意思 那你MISSIE又怎樣? 那次很好笑的 因為平時三位MISSIE都是比較溫文怡眼 雖然三個女人一個去 我們學校中有一群人很吵架 會在同學面前蓋人 我們有一個很恐怖的女士 她說蓋你就蓋你了 很厲害 她在街上看到你也蓋你 我沒有 因為我沒有被她正式教過 我只知道她是誰 但我的同學親自受罰 她在當天尖沙咀還是哪裏 就看到這個女士在對面街 對面街沒有理由去跟人打招呼 她回到學校 我還跟她一起在食物部 裡面在喝維他奶 這個女士突然走下來 叫她上來 她心之不妙 她在我面前看著她 一手蓋她一巴掌 眼鏡飛了去羽毛球場 她就說 我在街上看到你 為何你不跟她打招呼 這段時間我就覺得很難受 這些MISS SIR 真的 我在對面街看到你 我也會跟你打招呼 我們的年代就是這麼兇 現在當然不是 現在當然是學生打MISS SIR 誰給你錢 對呀 現在的學生很兇 但另一派就是我剛才說的 乘搭的士去吃飯的那三個MISS SIR 為何我們知道這件事呢 就是當時我們吃完午餐回來 你知道當時我沒有記錯應該是1點9還是2點 我都不完全不記得 但已經中學離我太遠了 或者現在的時間不一樣了 回到來 我的班 隔離的班 分別的三個MISS SIR的班 要上課的那些 都等到2點多都沒有人 我們已經開始在酒廊跟隔離班 你MISS SIR去了哪裡 我沒有 我的MISS SIR不見了 過了三個半個小時 才有校長進來跟我們說 你們這三個班自己自修 你們打招呼你們放學吧 我們今天總之特別事件 我們當然是八卦了 你知道男校當然是 怕我去哪裏 三個MISS SIR去了哪裏 沒有理由的 我們一開始是怕的 怕有意外 但後來看著 阿SIR的那些 Gossip的樣子 就覺得應該不像是有意外 有意外也正常常 但不是有意外 不是有意外 之後當然留在學校打聽這件事 那就打聽不到 我們放學也不離開了 當然是八卦 原來知道什麼事 原來當時那三個MISS SIR 應該是在現在的德福那邊 吃完飯 就打算坐的士 回到我們學校 當時你知道三個MISS SIR一起上的士 就會聊聊聊聊聊聊 當時那位的士司機播出很大聲的粵曲 我們其中一個MISS SIR很客氣地跟那位的士說 先生呀 介不介意能否收小聲的粵曲呢 那位的士司機說了一句 關你什麼事呀 八婆 這些的士也是80年代很多的 極多這些的士司機的當年 那你想一下 當時這三個MISS SIR的反應是怎樣 一把嘴鬥三把 大家都猜到那個情況是怎樣 沒錯 而我們三個MISS SIR 雖然是平時很溫文而雅 但是要變身起來 都不是人那麼笨 當時他們三個就說 行 不用去盛造 去九龍灣警署 馬上 那位的士司機 就說不要這樣 不行 馬上 就逼到那個的士 真的要去九龍灣警署 那三個MISS SIR就要控告 這個的士司機 不知道是人身攻擊 還是肥膀 還是什麼 總之那些事情 就逼他 其實是玩過的士司機 逼他下口供 逼他們下案 搞到放了殼 那時候他們還沒回來 嘩 很厲害 我似乎 也不是的 三個MISS SIR是很賣力的MISS 但是我們聽完這個消息 我們就爆笑了 嘩 第一 你這個的士司機真的太看笑MISS 三個MISS 你看起來好像沒什麼殺傷力 但是你敢說他八婆 嘩 尤其是我們以前聖祖最出名的 我們學校是怎樣的 我們觀塘聖祖最出名的 不是學術水平高 是我們的人際關系 我們的手段是很高明的 大哥 有任何事我們都不會退太 我們是全盤傾巢而出的 這是我們聖祖祖 以前啊 現在一定不會是這樣的 我們是七八十年代聖祖的性格 不要得罪我們 我們不要犯我們 一犯我們我們就反擊 這是我們整間學校的傳統來的 真的 無論是上至校長MISS SIR 到我們學生都是這樣的 應該就是核心價值 沒錯 是我們當年的核心價值 但是我們不會主動搞人 你不要搞到我們 一搞到我們我們就 嘩 這樣就反擊 但真的挺搞笑的 是呀 三個MISS 三個MISS 所以沒有的 其實這首歌 都要點給我的MISS 這首都是我們當年讀書中學的時期 一首非常之正的歌曲 就是《陳慧嫻》 裡面有一首就是一個特別的Remix版 就叫做《變變變之狂上版》 鬧鐘響了 是的醒了 反學 那時候很害怕的 我們那個年代真的 我想現在的年輕人 不會跟我們的想法一樣 我們那時候是有一點點的 就是面對MISS 交功課 我們有恐懼的 離遠就要阿包入頭 是的 或者我們的做法就不是 我們姓周的做法就是 我們要不就跟MISS 打成一片成為好朋友 要不就成為敵人 只有兩樣的 我們沒有中間的 那些花名 那些花名容易記一些 又搞笑一些 那就很友善一些 不是的 有些壞的 我們成為敵人 我們都會改花名 我們什麼的 我們整個姓周的核心價值 當年 七八十年代 總之 一些叫做 怎樣去搞相關 怎樣去 用不同的方式 去達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而更重要 所謂現在的學術 知識 是次要的 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們覺得好玩的 上學也好玩 放學也好玩 搞功能也好玩 跟MISS 朋友也好玩 鬥氣也好玩 是這樣的狀態 不知道 我又離開了學校這麼多年 當然現在我們的學校 已經完全是另一回事 好像我今年三月的時候 我們沒有學校 五十周年紀念的時候 回到學校 看到那個中學 當然校長的東西轉了 我們完全不懂 那個校務處 我才覺得是震驚 無端端 校務處是 好像監犯那些 探監 設定了玻璃幕 卡卡東西 我們以前不是的 我們以前是開放式的 你一進去看 整個辦公室 我們叫任何MISS 工作人員 我們可以聊天 有時甚至自出自入 都可以 可以朋友 現在我心想 你很明顯 整個價值觀已經不同了 這件事 我覺得算了 可能時代又不同了 怎樣都要 可能現在的學生 又太害怕 太恐怖 行為 可能有時候太過激進 會不會呢 那倒是 以前我們是敬畏的 現在的學生 可能有什麼事 馬上上去 又大吵大鬧 或者情緒失控 或者拿刀出來 現在的MISS 真的比較慘 我真的覺得現在 我小時候想過做老師 我小時候都是這樣想 通常小時候都想 為什麼呢 我自己想的就是 我自己為什麼想做 很簡單 那時候 MISS給功課 我給得這麼好玩 什麼 底下我要報仇 你其實是想報仇 是 其實你想整股同學 我們那時候分兩派 MISS 我們認為是變態 因為我覺得以前小時候 她受了委屈 但是此賴是其一 其二 那時候覺得先生是一個 因為我比較尊重先生 那時候來說 所以我覺得被人尊敬一下 都很好 很威風 走過去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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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又想 其實做老師都不太多做 只是改一步 你又想 現在更恐怖 又要開會又要寫報告 現在是 家長先生會 那些課活動 又要搞 又要達到指標 以前覺得很容易 小時候覺得做什麼都很容易 那也是 我們以為什麼都不用做 所以我今天會說 我下個小時才會說其他 我這個還有剩下二十多分鐘 我都會說一些 雲海的另一面 都跟我的中學訓練出來有關 我們整個的核心價值 是影響我們整個人做事的心態 因為我不知道Bosco 我沒有跟你說過 我私底下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一個 如果說得再白一點 我是一個 在香港來說 也是一個投訴專家 我沒有跟你說過 沒有 沒有 我真的是一個 針對政府部門 針對大公司 所有政府部門大公司的 投訴科 沒有我一定找到 那些一定在 總之我大公司 我只是針對大公司 小公司 我通常對他們很祝福 大公司 大集團 跨國企業 政府部門 你若有什麼我看不過眼 我就會搶 我是搶到 我可以搶到 例如 我給你一個例子 最長的 糾纏紀錄 就是當年的九鐵 現在撿了一顆 我形容為撿了一顆 我不認為他們是被人合併 對他被人吃了 他當年建尖東站 也建了很多地盤的東西 是不知所謂的 我告訴你 差到 我隨便說一些東西 例如他亂砍樹 是未得到政府的同意 可以砍所有古樹 即他得到同意都已經砍了幾百棵 未得到那些 靜靜雞 半天生家走去砍的也有 很多的 當時我吵到擦天 但當時我告訴你 沒有一個環保團體 或是議員跟我發聲 全部是我去吵 證明香港其實很少人願意發聲 樹的問題 地盤的問題 污染的問題 包括工人 可以在建築的範圍 不帶工程帽子的問題 很多很多偷雞 去霸佔公共地方工作的問題 7點後沒有拿到環保署 批准之後開工的問題 我告訴你 真的我是 不斷地說一下 浪漫不上後整個 例子 可以說出來 我告訴你 當時他們的公關部 形容 我是他們糾鐵的警察 來的 簡直放在黑名單 黑名單 嚇到的 尤其是我一出手 我的糾纏不是人那麼笨 我真的會變 我不會像對粉絲很有禮貌 我只會覺得 你是政府部門 我們市民就有權要管理 或者要監督你 你一定要給我 而且有時候很有趣 尤其是他們想帶我 我很喜歡他們帶我 一帶我 他們就糟糕了 我告訴你 我全部不怕開名 當年最初 因為我和九鐵糾纏了六年 由他們準備上馬 到起源尖東站 過一年 我和他們糾纏了六年 你看我的能耐很高 而且他們想不到 我所有朋友都會說 你又搞政府部門 我說不是我搞 他們做得不好 他們認為我會放手 但對不起 我真的是一個很長時間的人 我不會救救他們的機會 會停止 那時候最初 他一動工的時候 我打一個去民政事務處 尖沙罪區的民政事務處 我和他們先談 因為當時我說 我說 當年 我那個叫Peter Chan 他後來自動申請調職 調去另一個部門 他害怕了我 Peter Chan就跟我說 不是 我跟他說 如果照我所知 任何這些工程也好 影響到民生的也好 那你們 民政事務處 怎樣去幫我們市民 解決這個問題 他又打我 又耍我 又這樣又那樣 開大會 他派了一個人來坐 Peter Chan也有來過 那後來最好笑的是什麼 後來我說 其實整個政府部門裡面 民政事務處 你們有什麼功能 你們有什麼功能 我不覺得你們是做了任何事情 你們好像是一個 毒瘤來的 政府部門裡面 是打工資 沒有任何事情做的 那當然我都會很識趣 因為我也有朋友 在民政事務處裡面做的 但他那個區 我就不會理會 總之我有朋友在裡面 我就說你搞定他 我不會理會的 那時候他們死 我就問完他之後 他帶我 他說 陳先生 你想知道我們民政事務處 有什麼功能 你就上網看吧 哈哈 我說好啊 我就上網 就列出了所有 他在網上聲稱 他們要做的範疇 我在時會打給Peter Chan 我說 我列出了出來 不如跟你逐個數 我數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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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数完 陳先生 他記得陳先生 知名,你哪個就在做的 他說一句很好的 當時他說 temz 網上的資料不代表我們現在要做的 這些是否想蓋他一巴掌的回答 應該不是說髒話 你想想怎樣可以這樣做 後來我投訴他一陣子會離開的人 所以我就說我遇到這種情況 都是關於狗鐵的 當時我針對狗鐵的 他很少突然跟我說 陳先生 以後你不要打電話來就投訴 你black and white給我 好啊 我說可以 我black and white給你 當時每一個我要投訴的案件 關於狗鐵的事我就打完所有的信 print out出來 一封就fax給狗鐵的公關部 一封就fax給民政事務處 我就叫民政事務處 我就說 記住 因為是你叫我black and white的 所以你答覆我所有的東西 你都要black and white的 他就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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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說的 你明白嗎 我討厭的地方就是 你叫我black and white的 你帶我而已 我原本沒有打算叫你black and white給我 我原本沒有打算叫你black and white給我 只是灑開你而已 是啊 既然我現在所有投訴都給black and white給你 但你每一封的black and white都要給一個投訴給我 之後你都要black and white給我 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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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挺 reasonable的 是不是 啊 是不是 你覺得你爭一步我就爭一步 你退一步我就退一步 那我大家都想搞好社會建設 那我想大家都想知道 大家都想搞好社會建設 那其實這樣投訴有沒有用的呢 有用 我告訴你 我眼中為什麼有用呢 就是原來某個程度上 我針對97年後的香港社會 97年前的做法有點不同 97年前那些是技術官僚來的 只要英國政府要命令什麼都要做的 其實人們沒有一個思維可以走的 後來97年後那種想法是很矛盾的 我現在發覺是每一個部門有不同做不同的事 我在九鐵事件裏面做到的事包括什麼 包括當年其實他一開波說要建設 他是打算把尖沙咀的一個信浩山公園 整個砲台是剷掉的 現在等於尖東站上面有一個公園 其實那個是古蹟來的 那時候我生氣到火棍 你知道為什麼呢 就是他開過會 即是未動工之前 那當然要坐席 我看看你說什麼 當時是有古物古蹟委員會的人在 有環保署的人在 所有人在 他們沒有覺得有問題 當時我心想 好 那我和你吵吧 唯一一個人和你吵 那我吵一下 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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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了很久了 吵到我連《蘋果日報》都叫他訪問完 我說不行 這個情況是 可能無端端可以砍了整個尖沙咀山公園一半 整個山坡砍了 那個砲台砍了 那炮台的石牆砍了 完全砍了 他就用最方便的方式去做到一件事 你吵他就開始想 你吵一步他會退一步 你吵一步他會退一步 直到達到應該是make sense的地步 要爭取很久才會去到make sense的地步 是 沒錯 所以這只是其中一件事 為什麼我今次突然又要講這個題目 我不想講狗鐵的 如果要我講狗鐵的話 我相信可以開一個投訴 還有開一個節目教人如何反投訴 我曾經跟我編輯講過 我應該出一本叫完全投訴搜查的書 我教你如何投訴政府部門 也教政府部門如何應接這些投訴 但我還未寫 為什麼我要今次講回 因為早前打風 打了很久的風 打了很多個大風球 尤其是我一辣到尖沙咀區 我是尖沙咀人 我就是火滾了 那天在打風的兩三個星期前 又有個大風 打完風我就巡視 沒有啦 我也是這樣的 尖沙咀區是我的嘛 阿陳寶長又出來了 通常我用Henry Chan這個名字 和Henry Chan這個投訴科我就全部用這個名字了 然後巡視一下這個尖東海盆有什麼事發生 我一看 有一個鐵欄 其實當時我以為是木板欄 有一個鐵欄 好像一個地盤的圍板 圍在一個尖東的三角位 三塊板有一個缺口 缺口就是對著海濱其中一角 我就八卦了 我便爬出去裝一裝一裝 是很久之前 有一艘船不小心撞爛了尖東船坡的位置 爛了的 我想一想 不對勁啊 這個船坡應該爛了很久了 有沒有可能到現在都不弄呢 我那條線又開始彈到你了 做事了 首先我去檢查 檢查那個地方撞爛了多久了 你真的不相信 九七年後這些事才會發生的 九七年前不會的 原來那個爛了一大部分的位置 整個海旁 如果你現在在新世界後面 尖東海旁走出一點點 你會看到那個位置 不過現在更爛了一點 因為剛剛打風再爛了一段 待會再講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爛了的時候 我就再檢查到 原來這個地方爛了 已經爛了一年零兩個多月了 接近三個月了 即一年零三個月 沒有人碰過 沒有人理過 我就是火滾了 你有沒有搞錯 於是他管轄權 即管理權 就是屬於政府部門的康民署 我首先打給康民署問了什麼事 我問你那裏是否爛了一年零三個月還沒製造 他說是呀 我問你為什麼還沒製造 我問是這樣的 因為現在牽涉到很多問題 第一 因為要怎樣建立呢 是要建築署去批 他說OK 建築署去批也不是問題 但是按照我的記憶 97年前 殖民地時期的港英政府 任何私人的東西撞爛了政府的東西 都會是政府先弄了 之後把單單交給你的 通常都是這樣 最快的 尤其是旅遊區 我問你們是否這樣做 他說不是呀 陳生不是這樣做 他問不是這樣做 我說你怎樣做 我回來不如播一首歌吧 我告訴大家 這個真的是他們才想得出的 不如又播一下網上大致好評的Harko 我喜歡的創作歌手 一首叫做天氣雨 打風也適合這首歌播的 天氣雨 看看他的音樂是否適合你們的效率 聽說 少しだけ眠い目を擦って 歩くのは曇った午後3時 いつもだったならば 向かった駅の周りのビルを見上げるのに 俯いたまま いくつもの雲を感じるだ 天氣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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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り出して太陽が 僕を照らすなんて どうかしてるんだ 雲間から 雲間から 都不屈的 相近的 空下 確かに 青いけど 道は一つも見えな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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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